蔡友才与王岐邦遭羁押禁件 法院裁定指出 蔡友才被控设备性 收受不证利益 泄密内线交易等9条罪名 而且蔡友才在案发 有接触前财政部长张胜和 有勾串之语 王岐邦有删除随身DNA的 见机档案的灭证事实 因此准压禁件